第455章 他怎么也来报名了 两名凤凰妖族工作人员的表情再次发生了变化 以他们的经验 这血脉强度测试 光芒一般都是攀升得越来越慢的 大猫之前的情况就是如此 唐三此时的情况看上去却并不是那么回事 光芒竟然保持着一个恒定的速度持续向上 这怎么可能 真的是太奇异了呀 六尺了 三级血脉已经稳了 作为人类能够拥有三级血脉 在凤凰妖族工作人员看来已经相当不错了 可是人家水晶柱上的光芒 还是保持着稳定的速度持续向上呢 这找谁说理去 七尺了 然后是八尺 唐三也很好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无论他有多少前世的经验 对眼前这血脉测试的状况也有些摸不着头脑 既然决定要参赛 怎么也要冲过一仗 证明自己是二级血脉吧 二级血脉就很好 不显山不露水的 毕竟这只是一个烙印表现出来的血脉层次 维持在二级挺好的 如果不是担心自己血脉纯度不够 他之前都想用时光变来催动血脉 可又怕到不了二级 这才用得失虎变 九尺了 到了九尺 这就已经是接近二级血脉的程度了 正在这时 外面突然传来了铃铛响动的声音 一名凤凰妖族男子惊讶地说道 最后一天了 竟然还有来报名的 我去看看 你留在这儿 说话的这位出去了 留下另外一名凤凰妖族男子 继续看着代表唐三血强度的光芒攀升 唐三眉头危感 不知道为什么 就在之前灵霄想起的那一瞬间 他浓然感觉有点心跳加速 随着天湖变境界的提升 他现在对自身气韵的感应越来越强 突然心路加速 意味着有事情要发生 而且还和刚才这铃铛的响动有关系 难道外面来报名的这个强者 会在这次比赛中 对自己和大猫造成影响不成 一仗了 正在这时 大猫如是重负的声音传来 唐三抬头看去 果然 代表血脉强度的光芒 已经冲过了一仗的位置 直到这时 光芒攀升的速度才开始逐步减缓 不再是之前那种稳步提升的样子 看来是到不了一级血脉的高度了 对此 唐三觉得很正常 毕竟他的师虎变现在的极限就是九级 也只能修炼到九级 玄天宫吸来的能量 不足以让他的师虎变变得更强 唐三的血脉和大猫的血脉是有差别的 人家的血脉是自己诞生力量 而他是通过吸收人家的血脉之力增强烙印 现在烙印没有增强到更高层纹 维持在不到一级血脉的强度是正常的 毕竟他的血脉之中是不包含潜能的 光芒还在持续攀升 虽然慢 但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又过了一仗一 直到接近一仗二的时候 速度才再次减急 看这个样 虽然到不了一仗五 但应该在一仗三左右 在二级血脉中可以算是佼佼者了 人类能够拥有这么强的二级血脉 再加上剑圣大妖皇的认可 还是让留下的那名凤妖族男子感到很惊讶 这么强的血脉出现在人类身上 可真是前所未见啊 人类就算修炼妖神变天经变 那血脉强度也会比妖精两族低一些 眼前这个人类的血脉 居然能达到这种强度 意味着它的血脉 确实是传承于一级血脉的家族 终于 在刚刚过了一仗三的位置 血脉光柱停下来 不再继续攀升 可以了吧 大猫甚至比唐三还着急 可以了 恭喜您可以参赛 那您也是个人赛和双人赛都参加对吧 双人赛的话 还需要你们各自再付一百美元素币 也就是一人两百 听到这数字 就连不怎么在乎钱的唐三嘴角 都抽出了一下 祖婷可真是会赚钱啊 大猫看向唐三 够不 嗯 够的 唐三无奈地说道 那就请二位跟我出去登记吧 凤凰妖族男子微笑着说道 正在这时 门开了 先前出去的凤凰妖族男子 表情有些怪异地走了进来 在他身后出现的 是一名看上去很像人类 却有着一头奇异的蓝色长发的男子 唐三看到他的一瞬间 一眼就认出了来者是孔雀妖族 而且 当那人走进来的刹那 无形的压迫力令唐三瞬间心头收紧 同时身边的大猫搏梗后的毛发都有些跌起 明显是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神机以上的孔雀妖族 这是谁 正在唐三吃惊的时候 心跳加速的感觉再次出现 紧接着 一个令他魂牵梦锁 前几天还见过的人就出现在他眼前 无论唐三的心智多么坚定 在这一刻 他也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脱口而出 美公子 是的 后面走进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美公子 唐三万万没想到 会在这里再见美公子 当初两人分别的时候 他还听美公子说 要去接受孔雀大妖王的后续考验呢 却没想到他竟然会来到这里 报名参加精英赛 一时间 他的大脑不禁陷入了一片空白 听到他这声惊呼 前面的孔雀妖族男子 和后面的美公子 几乎同时将目光投了过来 美公子的美眸流露出震惊之意 也失声惊呼道 修罗 你怎么在这里 你不 他们两个惊讶的 其实是同一件事 从家里城那么遥远的地方 前来祖庭 是需要时间的呀 他们分开才几天 满打满算 也就是四五天的时间而已 两人竟然在祖庭重逢了 显然两人都不是以正常速度抵达这里的 嗯 那名强大的孔雀妖族男子 疑惑地扭头看向美公子 再看看唐三 你们认识 美公子深吸一口气 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绪 然后点了点头 道 他叫修罗 是我的人类朋友 修罗 这位是我的父亲 听了他这句介绍 唐三立刻就明白了面前这人的身份 虽然当初这人在家里乘上空与惊凤大妖皇大战的时候 他远远地看过 但那时候 在那场大战中 他看到的更多是光芒 此时近距离见到 唐三不禁觉得有些怪异 这是自己的未来老丈人 这个世界的岳父 意志着内心喊出岳父的冲动 唐三赶忙微微攻身行礼 道 见过组长 孔雀大妖王微微点头 再抬头看了一眼 那水晶柱攀升到的位置 目光看向旁边的狮虎见圣大猫 有些惊讶地道 狮虎足 你们的血脉问题解决了 他下意识地认为 这是大猫的血脉强度 大猫一听到组长二字 再想到这人的血脉强度 以及孔雀妖族的外貌特征 哪里还不明白 眼前的这位是谁啊 他可是在家里成混了很多年的 赶忙恭敬地道 组长 这不是我的血脉测试 是修罗兄的 我之前也一直在家里成大豆兽场参赛 作者 唐家三少